他一喝嚇到了 他說這個酒誰做的 他就跟他講說是他認識我 我幫他釀的 他說太不可思議了 為什麼一瓶酒可以做得比日本的那個燒酒好喝 那他說能不能用在那個宜蘭的國際馬拉松 他就來找我 不過找的時間很短 那我就想說我也可以幫宜蘭酒廠來做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就這樣開始整個案件的推動 在我們傳統的酒廠加入創新的元素 這個我們認為這個是很好 所以老酒林他本身在酒類他非常的有專精研究 我們可以等於讓我們的原本的紅綠酒再提升 再提升像是原本傳統的紅綠酒 他價值可能比較平價 我們加入了這個 許多金箔或者金鑿 這一種高量值的 這一種食材 之後啊 有可能就提升我們的精製酒品 以後我們紅綠酒 或者我們宜蘭的酒廠 這種提升的價值會一直增加 不是局限在傳統的紅綠酒的製作 所以這個是一個產業升級的一個概念 金鑿茶酒的原由是因為 日本人請我來這邊跟他接下金鑿酒 那他們就有跟我講說他們研發一個烏龍茶酒 那看日本人喜不喜歡 我說日本人絕對不要這個酒 那可不可以把他創造這個酒出來 我們就開始研發 這是前年研發的 那剛好因為疫情的關係日本人也不能來 剛好又遇到馬拉松 所以我們就把他接合起來 所以這個很珍貴 因為他基本上不會再發行了 金鑿茶酒是世界首創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真的很好喝 第三個喝過的 是全世界第一瓶國際馬拉松紀念酒 因為馬拉松紀念酒很多 第一瓶的國際馬拉松紀念酒有做42195 這個就是代表馬拉松的公理數 剛好又遇到他跟他提起以後 他就主動清早茶酒 就我們這個夏先生 康紹翔主動他贊助幫我們寫這個茶酒 這個是他主動的中間